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的床上怎么会有身高一米7体重大概50公斤三微标准的女人 这个女人虽然皮特三把有点吓人 不过仔细看还挺漂亮 居然有一个变态潜入了我的房间爬上了我的床 她身高一米八三 体重七十公斤 脸庞白皙 扁心得斯文败类 我觉得我必须评论 我给她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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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啊 来 开门 别哭 不是 女神为什么来我的房间啊 是你来了我的房间 是你下了我的床 你来帮我 这是我房间 我刷卡进来的 你为什么把我房间 加油 来啊 puppies 哎 哦 哦 哦 还想占我便宜 我告诉你我会工夫的哦 我可以让你 我给我全费你信不信 嗯 我 深景片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我跟你讲 我真的会打人哪 咱们俩什么都没发消 你想碰我的词是不是 你进了我那天上了我的床 你说我碰你词吗 我进你房间 你给我看清楚了 就我的风卡 你这是红数理吗 你是七二段二零二零 握什么东西呢 你这个骗子 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大流氓 你干吗 我给你解释一下 说我做错房间 我刷错房卡了 我扔错房卡了 你这干吗呢 我告诉你离我远点啊 你别错了 你干吗 喂 有个流氓四窗我的房间 还有游轮四 可能是个神经病 别想跑 不是你干吗呀 你这样我远点你不去跑 有什么事咱们出来说 在你房间不合适 你不要走 你干什么 快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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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不会吧 你勾搭的玛丽娜 不会是大哥的女人吧 不是 我总缩房间了 我跟你锦练不行 我快跑 站住 别跑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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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啊 站住 快来 给我打个 快 过去 站住 快 ее 下来 快 上去 快 上去 快 上去 你们那边追 你们过来 快 上 上 我们就是跑了 二十票 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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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追过来啊 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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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保安抓走了啊 行行 赶紧回去找 赶紧回去找 你挺能跑呀 我看你往哪儿跑 小姐 不是 对不起 我叫您这声大姐 咱们这事能过去了吗 你能不能听我解释一下啊 我跟你说是因为之前有一个羊牛 她给了我一张房卡 让我去她的房间里面 但是后来 我想要把她的房卡扔了 我扔错了扔了我的房卡 咱们俩的套房是一样的 你知道我进了房间 完全没有发现这不是我的房间 鬼才相信你 你拿了别的酒店的卡 怎么进了我的房间 这一点你要问问酒店 肯定是他们的中央系统 还有他们的毒码器出现了问题啊 你是惯犯吗 说吧 你想怎么样 看你是一样 不像缺险的人 而且我可能我 我这手机和钱包 是不是落你房间 还是刚才跑丢了 我也不知道啊 你说什么 咱能不能私了 可以 一千 原来你真是一个碰瓷儿的 两千 对啊 两千 除了现在以外 我可以以任何的方式 支付这个钱可以吗 快 小姐 不好意思啊 我跟我前男友的姿势 就不麻烦你们 小姐你说什么 她是你前男友 我们俩前几天呢 弄了点误会 但我没想到呢 她弄给我一张房卡 想给我个惊喜 好 撤 拿去吧 不是还能少你的 你这种人啊 真是说不准 什么叫我这种 你是哪种人啊 你碰瓷女的 我看这女的这气质 也不像是碰瓷儿的 按你来说住这么好的酒店 不可能混得差吧 女的 走了 我跟你说高档小区才好下手 咱们都从现在开始别提这事 这女的翻篇了 行行行 不聊不聊 我现在就想马上回上海 你不想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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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东西太满舍了 不急的 你还别说 在我的车上吃方便面 龙子第一个 小伙子 龙不是上海本地人吧 不是 黑龙家人 大学毕业了以后就留在上海了 护飘 护飘更不容易喽 上海这边生活条件高 前面出车祸了 没事吧你 对不起啊 各位兄弟 欢迎大家来到制动科技 2020年新品发布会的现场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由起拥有家庭服务机器人的 总设计师 制动科技的首席技术官 彤宇先生 给我们带来万众期待的 小白 有请彤宇先生 有请彤宇先生 他怎么还没来 等一下 你好 我是这场发布会的总工程师 我是童宇 我现在马上迟到了 让我进去好吗 不好意思 请出事邀请二维码确认 走 请请请请请 你坐 各位 让你们久等了 刚刚大家的等待持续了五分钟 五分钟啊 每一个人好像已经无法再等待下去了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人类从爬行进化到直立行走 等待了几百万年 从简单的生活到可以使用工具 等待了几十万年 所以 你们刚才等待的这五分钟 其实并不漫长 因为即将呈现在你们眼前的 将是一个 值得我们所有人期待的 未来 谢谢 小白 小白 你又怎么办啊 没关系 我会一直等着你 谁让你买了我 我想信 我也没别的事做 这 就是我们的小白 她以上清和优末 人性化的方式 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教大家一定想问我一个问题啊 她有什么样的功能 对不起 我认为功能二字对她是一种 小白 我想问你一下杰伦最近出了什么新歌啊 哦 不 他都已经分久不发过了 现在我只听抖音神曲 小白 我跟你说句实话啊 你现在帮我马上发一封email跟公司说我想辞职 我是认真的 我觉得你不是想辞职 只是想加薪 但老板不太去这一套 建议更换方式 我们的小白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序指令机器人 而是一个 真正可以读懂人类思维的智能伙伴 他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互联网脑科学 还有最先进的处理器和传感芯片 他可以做到真正的去理解 我相信小白在未来 他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的好助手 好管家 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 甚至在未来 他也将是我们不离不弃的 好朋友 小白啊 你说说我刚才说的话对吗 那要看你够不够朋友了 我当然是你的好朋友了 但是我也相信你一定会成为大家的好朋友 让我们和小白一起 享受科技 改变未来 老板 那么我们两个游戏 我都找到了 我始终去 看你 我们要路上 我们点儿 有为什么 这一期 我们再对一个 该关闭的 班长 你现在通知全体学生 把柏利大学的云课堂打开 你现在通知全体学生 密码是一九二一 同学们 早上好啊 今天啊 老师略有失误 所以我们这堂课 改为远程线上授课 今天我们云课堂的密码 是一九二一 同学们 知不知道我为什么 把密码设为这个数字呢 中共云课 嗯 没错 这就是中共第一次会议的时间 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年份 宋远们 看见我身后了吗 看见没有 这就是我们中共第一次会议的 原址纪念馆 它现在正在装修呢 宋远们 我带你们在旁边转一转 给你们讲一讲这次特殊的会议 好不好 好 好 好看吗 好看 那要不要搬把椅子坐在这儿好好看啊 好 好的 马上就好了 玉玉姐 十二号周那个小孩今天过生日 他爸把蛋糕给落出了车上 现在哭着闹着要吃蛋糕 我看那俩评审有点不太烦了 但人家过生日咱不能赶人走啊 那怎么办 生日蛋糕 那就送一份提拉米苏吧 提拉米苏卖完了 那现在去卖也来不及啊 我来搞定他 你拿刀干吗呀 你疯了 我要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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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怎么了 是不是想吃生日蛋糕啊 那叔叔给你做一个好不好 里面不是没有吗 我们没有普通的生日蛋糕 但我们有特殊的生日蛋糕啊 专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 想不想要 都是我的 笛一无二的水果生日蛋糕 请个面吧 生日快乐 谢谢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没事 我们应该做的 每个人生日都想吃生日蛋糕 不关上小朋友 这小子有点异性